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回头 坐在我旁边的男同事说 男人没有什么时候结婚的纠结 十一年的感情熬过了多少的曲折 晦暗 经历了多少次的坎坷 意外 本以为等到的是水稻渠成的画好月圆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世事难料的曲中人三 看完两个人分手的对话 我很难不唏嘘感慨 成年人的感情甜言蜜语可能是假的 海诗山盟可能是编的 人人都可以装成深情的样子 曾经真爱的信徒在时间面前 随时都可以被打了脸 我想起之前在网上很火的那句话 成年人的爱情要么转账 要么娶你 抖音上我之前关注了一个博主 前阵子求婚了 他们两个人在一块十年 身边的好友接二连三的结婚 网友也总在评论区催婚 那天男孩重重其事地录了视频 说他其实比网友还要着急 因为原生家庭的种种 因为过去生活条件的不好 明明想求婚 却一直开不了口 他记得女孩这么多年 陪他吃过的苦 记得女孩对他的影响和改变 受到动容之处 也忍不住落泪 然后讲十年了 我已经不能没有你了 我要求婚了 另外一对情侣博主 杨亚东和陈慧敏 也一直在被催婚 陈慧敏有一天对网友说 我一点都不着急 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娶我的 有人讲没有结婚的物质条件 所以不能结婚 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 所以不敢结婚 诚然 结婚不是一件小事 需要基础和准备 但真正爱你的人 不会以此为借口 让你等太久 他只会鞭策自己 然后早日给你更好的生活 作家艺书曾经说过 不管什么时候 求婚结婚 才是一个男人 对于一个女人 最高级的敬意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最近因为 和男朋友订婚的事情 吵得不可开交 两个人地方风俗习惯不一样 女方觉得 嫁女儿要风风光光的 男方呢 觉得两个人 日后花钱的地方 还有很多 不要在这些形式上浪费钱 两个人各执一词 代表着自己的家庭 和父母拉锯着 男生觉得之后 还要在北京 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买房 压力不小 女生觉得 人生就结一次婚 不能委屈将就 成年人的爱情 躲不开谈钱 我们也已经过了 没钱饮水饱的年纪 生活浸泡在柴米油盐中 与钱挂着钩 成年人的爱情 是克服跟承担 是即便有困境 有难处 也能携手 闯出一片生路 而飞扇在悬崖的两端 要么各奔东西 要么同归于尽 我想起很早以前 看过郭德纲的一段采访 记者问郭德纲 如今事业这么忙 挣了这么多钱 也没时间花吧 郭德纲坦然一笑说 我媳妇替我花着 她花了我也开心 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 德云说困难的时候 郭德纲的妻子 变卖家当 支持丈夫的事业 放弃自己的事业 一心扶持她 后来日子慢慢好起来 郭德纲也没有辜负媳妇 把所有的资产 都放在了老婆的名下 真正喜欢一个人 是愿意暴容和接纳的 是不由自主的妥协和理解 是你愿意陪她共渡难关 而她也没有辜负你的一片情深 有人恋爱多年 断牙式分手 有人结婚前夕 因为财力翻脸 不爱的由头五花八门 但相爱的人 会一遍又一遍地 演绎着幸福的脚本 二十岁的爱情 因为自卑而想要收回手 三十岁的爱情 害怕失去 于是赶忙拉住手 爱情在文人的笔下 我曾踏跃而来 只因你在山中 爱情在普通人的生活中 是结婚证和银行卡 希望你能遇见 脚踏实地的爱意 祝你一切都好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